各位視頻前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台灣進步黨創黨主席林國華博士 我今天要來分享五天前台灣選民做出的決定 台灣徵集未來將由藍綠白三黨來操控嗎 我想這樣一個問題讓大家思考一下 2024年的1月13號在五天前 中華民國台澎金馬地區的中央大選 總統副總統部分三黨對決的結果 是由民族進步黨的賴清德搭配蕭美琴當選 但是他的票數只有558萬 也就是遠遠不及600萬票 中國國民黨的何友宜搭配趙少康 也已經開出464萬票 連500萬票都沒有 而台灣民眾黨的柯文哲 搭配剛民俗找來的吳欣霖 賭票率卻高達了369萬票 從這個結果我們可以預見未來的四年 台灣的政黨中將由三黨去分章去治理 我想這是台灣人民自己做出的決定 那大家怎麼做就要怎麼做 那從國內的113市立法委員選舉中 7億立法委員的部分 台灣民眾黨竟然全部共沽 中國國民黨及民進黨 各贏了36市 那另外的話 如果加上原住民 就下去以後 國民黨是勝利的 因為國民黨是39比38 另外還有兩席五黨籍的 這兩席五黨籍很明顯 就是藍軍啦 只是國民黨沒有提兵 一個是沒有提兵他 一個是怎麼樣呢 不願意接受國民黨提兵 這個掛了以後 比較中立 那一個就是苗栗的陳超兵 他號稱服務 將近90萬個選民的案件 這個他從省議員以來 我跟他就相似 這個人是講到服務 他是優先來的 所以可見 選民對於這個服務的人 他還是給他一個加油的片 的票呢 投票給他回饋 另外一個就是原住民的高精數美 那我想 所以整個來講 立法院的結構 是41比38 那雖然國民黨贏了3票 可是 民眾黨拿到了8票 民眾黨變成可以左右 他要支持綠的 因為綠的民主進步黨 現在是執政 可以給民眾黨更多的資源 甚至於一些官位都可以分給他 我想今天是1月18號 2月1號國會報到以後 2月2號最好的結果 看韓國瑜是當行政院長 還是游錫坤當行政院長 那當然的話 副院長都變成民眾黨 不管是藍綠大配 或者是綠白 不管是藍白配 或者是綠白配 行政院的副院長 都是有這8席裡面的 立法委員裡面的民眾黨 去拿到的席位 變成這樣子 那我想未來的這個民眾黨 台灣民眾黨應該是最大的利益團體 因為國家任務法案 都必須跟他溝通 他們不同意 根本就夠不了關 所以有這樣左右的一個機會 那我想現在來講 有一些藍的提出的法案 是要白的去跟他附屬 立的提出的法案 需要怎麼樣呢 白的跟他附屬 所以呢 民眾黨是可以左右紅顏 創造最大的利益 這個是大家要 所有的民眾應該要了解的一個部分 第二部分我們來看一下 弱勢總統執政的困境 那我們打播可以把 我跟這個賴清德總統的合照 大家來看 賴清德其實呢 他從提名最早 第二個從副總統時候 就跑遍全台灣的 所有的寺廟 宮廟 每一個地方能去的地方 他都跑過好幾遍了 所以呢 基本上來講 他把綠軍呢 可以牢牢的團結在一起 不管是什麼樣的派系 他都能夠勞人勞育在一起 那未來的這四年 因為總統賴清德 只有40%的支持度 政策的推動 勢必跟在野的兩黨協商 否則寸步難行 江氏 中華民國 台灣呢 未來這四年的一個寫照 因為外受中美兩大國的牽制 今天會提名蕭美琴 民進黨的駐美代表 這個蕭美琴呢 能夠回來搭配他副總統 那很顯然 對美關係 就是牢牢不可能 只會怎麼樣呢 更加牢固 不會遞檢 那對內裡面呢 還要面對嘲笑也大 更是讓將來的行政院長 隨時都有倒閣的危機 所以內閣次次會受到杯殼 所以台灣又夾在中美兩國當中 這考驗著賴清德的政治智慧 至於他怎麼做 我想民進黨八年來 他的親美遠中 這樣的一個策略 如果不調整為親美友中 恐怕未來四年 勢必會動盪不安 台灣的話會 政治會動盪不安 我想我們不要講說戰爭 我一直在提出來 和平沒有輸家 戰爭絕對沒有贏家 所以我想這個中國 跟我們是血緣相同 語文相同 宗教相同 甚至所有的生活方式 基本上都是相同 那我想民進黨沒有理由 不跟中國的共產黨來合作 那中國共產黨認為台灣 是屬於中國的一部分 那也沒有理由 不跟執政的民進黨來合作 我想只有透過交流 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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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交流交流再交流 可以促進統一 我想台獨其實也是一個假議題 我在這裡 我昨天才從中國回來 所以呢 選前去中國 選後又去中國 我想 只有馬頭 集滿了買不到票的人潮 那我是怎樣呢 去的時候 本來是買馬祖到馬尾 結果呢 回不 一個機場起務 沒辦法回 所以改到又金門 到廈門 然後再包車 開到福州 去開 兩岸融合會議 那兩岸融合我在那裡 甚至我也上台 提出了主張 必須怎樣呢 中國也應該 跟民進黨來談合作 我想 兩岸的人民不要再轟捨了 我想建立民進黨 要大膽開放 大膽開放 中國 中國的人民來台灣 觀光 理由 甚至於投資 我想 先經濟 或政治 我想 經濟能夠合作 政治就是比較好談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自己 剛剛打破秀出來 我是 台灣進步黨的創黨主席 同時 我也結合了台灣 52個政黨主席 跟我一起組成了台灣政黨 主席大聯盟 我想 我也願意 做為 國民黨 跟中國的橋樑 也願意做民進黨 跟中國的橋樑 我想 只要對兩岸人民 都有利益的 對兩岸的人民 都能夠怎麼樣來 帶來和平的 我都很熱議 來做 這樣的一個 中間的一個角色 那我想 這是我個人 在跟中國 從2012年 我創黨 就到北京 去參加精臺論壇 一直到現在 那我今年的3月份開始 會篩的末了 我開始進去 這個廈門 然後4月份 5月份 6月份 7月份 8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我全部都有 組織一些 考察團 到中國去考察 我想 考察的目的 我們能夠肯定的是 中國的基礎建設 非常快速成長 我想他們 因為制度的關係 馬路說開就開 速度很快 效率很好 但是 整個在管理 在半導體方面 台灣還是有很強大的優勢 在這方面 也值得 中國對台灣來取經 我想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那接下來 我要看的就是說 這次的選舉的結果 台灣呢 從政黨補助金來看 我個人認為 這次有33個政黨 推出候選人 參加國會的選舉 那除了 有當選席次的國民黨 民進黨 民眾黨 能夠有國會的席次之外 其他人都沒有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甚至於有16個政黨 他都提出7億立委 10個人 然後再去爭取 政黨 不分級的票 結果 同樣的 除了民眾黨 得到80之外 所有的30幾個政黨 全部都共估 我想 這樣的一個結果是怎麼樣呢 觀察中央的選舉 就這樣的結果 國民黨能夠 得到 2.38億的政黨補助金每年 那民進黨 可以得到2.49億 每年的政黨補助金 另外 台灣民眾黨 能夠每年得到1.52億 這個政黨補助金 也就是說 這八位立法委員 每年有1.52億的 這麼低的政黨補助金 因為是怎麼樣 來自於 每個人一票 是50塊錢 每年可以補助一個人 50塊錢 所以台灣的選民 這只要很清楚 你投下去的票數 是給 把台灣的一個經濟 財政 是要去補助 你所選的這個政黨的 那我也希望 能夠受到 就是補助的 國民黨 民進黨 民眾黨 都能夠以台灣人民的 利益優先考量 我想 這是我自己的呼籲 那我預測 這是未來的四年 因為 只有這三個黨 有錢 能夠去揮灑 那其他的政黨 過去的政黨 台灣有300多個政黨 現在只剩下七八十個政黨 經過這一次的選舉之外 只要沒有推出候選人的 也就是上次的九合一地方選舉 跟這一次的中央選舉 沒有推出候選人的政黨 基本上 就會被廢除 被廢除了 所以未來台灣的政黨 只能夠只有五十個政黨 那是不是說 這些政黨的一個補助金 是不是要公平一點點 你只要有參選不分級的政黨 你應該每一個票 還是要給他五十塊錢 不能說全部都給這三個政黨 我想這是我對你們這些已經當前者的呼籲 我想這是很明顯 對於這些小政黨是不公的 因為這麼不可能壯大 你像親民黨 新黨 時代力量 台聯 這些曾經有國外議員的 現在基本上都面臨怎麼樣呢 沒有財政收入 全部 都怎麼樣呢 怎麼會更加萎縮 我想 台灣 必須要民主 台灣 必須要壯大 既然提出是自由民主的一個標竿 更應該 把這些政黨票 的手都 應該怎麼 分配給這個有參與的政黨 這是我的呼籲 我想時間的關係 今天 我就跟大家來分享 提出這一個思維 台灣政局未來四年 將會有藍 立白三黨操控嗎 我想 各位看官 你們自己 會有一個智慧來判斷 然後也希望 你觀察四年 希望四年後 能夠怎樣呢 提出 投下你更神聖的一票 謝謝大家